欢迎收看本期猪猪妹说电影 我是热情自信美丽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类使用变异食品变成丧尸的故事 家人翻后要去旅游 临走前告诉眼镜哥说要把家里的垃圾分类处理掉 眼镜哥捏着鼻子忍着一万个不情愿把这些垃圾处理掉了 其中就有一个腐烂的苹果 到最后他的行友打电话叫他约妹 故把最后一袋垃圾扔进了脏脏的垃圾桶 他来到了一家牛肉店与小美相见 这家貌似很受欢迎 他们吃着烤牛肉 老板还贴心送上一盘牛肝 但眼镜哥却从里面吃出了苹果皮 饭后他们在公园的座椅上轻轻握握 就在这时他们被对面的两个小混混骚扰随即打了起来 眼镜哥被他们打得吐出了所吃的牛肝 这时他眼前一阵眩晕 发疯似的把那两个人打倒在地 小美被吓跑了 坐在公交车上感觉不对劲 而此时眼镜哥也开始不正常了 原来他们所吃的牛肉 就是吃了芙兰苹果的牛身上的肉 可那家烤肉店里仍然坐满了人 一时间街道上变得混乱不堪 眼镜哥回到空无一人家里 暴躁的砸着所有的家具 各大媒体警方以及郑姐都开始关注此事 人们众说纷纭 但毋庸置疑的是 病毒已经蔓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街上40%都是丧尸 人们惶惶不安 眼镜哥在大街上走着 在丧尸队伍中 他看到了小美 他也成了丧尸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 地上有个烂苹果 小美捡起来给了眼镜哥 眼镜哥吃下了象征 糜烂丑恶的苹果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爱护环境真的很重要呢 猪猪魅想完大家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随手做的一个动作 就会使世界毁灭呢 看完记得点关注 猪猪魅在评论区等你哟